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事啊 樱桃奶奶 我家马桶坏了 塞得满满的 很臭你 你来帮我修理 好 好巧喔 奶奶 我先解释 情思 哈喽 我是凯元 我要问瓜子教授 说为什么我每次跟爸爸 泡温泉的时候 都会臭臭的 这位小朋友 真是充满好奇心啊 温泉塞住 当然臭臭的啦 不是不是 樱桃奶奶 我想这问题 还是让我来回答就好了 好啦 贵妃啊 你泡汤也泡太久了吧 我的舌好酸呎 是嗎 啊 誰叫我是最有名最愛泡湯的貴妃 啊 泡溫泉實在是太舒服了 你這舞也太大了 什麼都看不見 沒有 沒有 有人 哎呀 小橘子 你看本工長得很奇怪嗎 哪裡奇怪 哪裡奇怪 貴妃就像出水芙蓉一樣美麗 水噹噹的 她才奇怪了 你們別誤會 我是要來幫小朋友尋找這會發出醜味的溫泉 好回答小朋友的問題 溫泉這個問題問我們貴妃就對了 沒錯 說到溫泉是怎麼造成的呢 啊 就是火山爆發造成的 說到這個溫泉又非常多種的 像我個人就愛泡這種水質清澈 無色無味的炭酸泉 欸 這您聽起來似乎真的很有經驗 啊 當然沒事泡泡溫泉 促進血液循環 對身體可好的呢 魏妃 可是有些溫泉啊 都有臭雞蛋的味道耶 喔 你說的啊 就是小朋友正在問的 硫磺泉 因為裡面含有硫磺這種物質 所以聞起來自然就有臭臭的味道啦 啊 隔壁園外嫁女兒的時候 放的鞭炮也有這個味道 對對對 因為煙火和爆竹裡面 也含有硫磺這種物質 所以聞起來也是臭臭的喔 哎呀呀 要不得啊 我泡溫泉是要洗飄飄的 可不是洗臭臭的 欸 貴妃 你就太小看這硫磺泉啦 這硫磺泉呢 可以讓你舒緩疼痛 減輕搔癢 還可以排毒 可謂是皮膚之湯 哎呀呀 怎麼不早說呢 我下次可要來試試這種硫磺泉 哎呀 小伙子 看不出來你懂得不傻呢 過獎 過獎 那既然已經回答完了問題 在下就先告退啦 不算啊 這個 溫泉味抽得真好 聞起來有點像 山林純水清晰透徹的感覺 我也這麼覺得 櫻桃奶奶好像已經走了 小瓜子 你回來咯 您不是已經走了嗎 哪有 我只是等你等到睡著了啦 走走走 往我們修馬桶去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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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奶奶 我不修 哈囉 我是月亮姐姐 你喜歡我們的影片嗎 記得按這裡的訂閱 就可以常常看到我們喔 另外還有很多更精采的節目 也都在這裡喔